市场焦点一定是因为收市之后 恒指贵检会揭中 其实上次就好像京东大热倒做 今次又再有大刊法报告 又在估计有什么 就是染蓝的潜力股 又有提到京东这些股份 就是说中金份报告 就是考虑市值这些因素 就是估计潜在染蓝股份 有京东、网易、快手、百度 京东健康、BillyBilly 斯摩尔、京东物流 都是以新经济股为主 你自己有点看 今次会不会京东有机会染蓝 还是你自己心想 可能给一个大机会染蓝 是什么估计? 当然其实中金讲这大概八九只的一个预期 其实不是说不合理的 讲讲讲它们都是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贵检入不入或者不走 很简单理解 大家都会觉得是 例如看市值、交投、活不活跃 讲讲这八只 其实全部都是符合这两个影片 市值是大的 还有交投都相对活跃的 但是其实 但是是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两个因素 而选入不入呢? 其实就是 你看过近这几次 也未必完全是这样 因为比如说 好像京东为例 网易为例 其实大家贴了两三次 但是因为其实它的市值真的很大 但是这两三次 结果每次都没有 那其实是否会发现到 其实恒指公司可能有其他考虑的地方 或者不是说真的单单 考虑可能新经济股进去呢? 虽然你说的改革 大家都越来越多 新经济是进入了成分管里面 令到那个股值 或者变化会多元化一些 但是看近这两三次 又不是完全是选择生经济股的 你看到它们都很多 会选择其他一些板块或者行业 因为始终我想整个改革来说 除了大家经常看着 就是所谓的借数 就是成分股股数 会多了之外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之前改革 都重新归类了七大那个行业范畴 所以其实不是说 只是生经济股 其实七大范畴里面 有些是比如说消费 有些是生物科技这些医药 其实都会有 所以反而我觉得 如果大家考虑 今次贵券或者网上贵券也好 可能在不同行业里面 选择那个行业的龙头去贴 可能会好些 不要说只是说新经济股 所以今次我自己觉得 除了新经济股 都是有一定业满性之外 我自己反而都觉得 内需的消费都会是 挺有机会的 因为始终再考虑 可能近期不知道 会否考虑政策的风险 国家因素的波动性的问题 始终以消费股来说 其实那个波幅是相对少一点的 这个就会对现在的行资来说 伤害就没那么大 如果现在进入的话 那行资又再跌到 所以可能 有机会 今次会考虑这些因素 其实真的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说 从来需的消费股来说 特别的市值比较大的 其实就 譬如农夫山泉 9633 又或者譬如是很热闻的李宁 2331 因为其实安达已经是 未零了 甚至乎 你说再比较 都是消费股比较大的 例如291或 潤碑 其实这些来说 都是市值整个前期流上 兼且交投又不是差 再加上本身的行业前景 又不是那么大的 不确定性的话 其实这些说实际上 也有一定的热闻性 所以如果你说 让我自己选择 我想升级制以外 这些都觉得是有些机会 我也是 对